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是鸡肉卷 很简单的方式教给大家 我用的是鸡胸肉一整片的 有带皮的 那你也可以用去骨鸡腿肉一整片的这样来做 我有先退冰之后抹上盐取 然后这里看到是油葱酱 我们合作室有上架油葱酱 你可以把它拿来做这道菜 就非常的简单方便 我用锡箔纸包起来卷起来之后呢 我用蒸煮的方式 因为如果要拿来煎啊 我们一定会怕煎不熟 因为鸡肉卷整个起来它的厚度是有的 所以用蒸煮的方式万无一失 这是我自己想的 然后呢有这个汤汁 这汤汁一定要流起来 它非常像统一肉造面的汤汁 很香很香 这流起来后面会用 然后我还有在表面稍微再加热 把它煎恰恰一下 那你煎的时候会有鸡油 然后还有刚才的汤汁 我就切了葱 然后稍微加热一下 把葱倒下去 就有点像在做那个油葱 油葱酥的那个感觉 然后再把它当成鳞酱 淋在你的鸡肉卷上面 就可以了 很轻松就可以做一道菜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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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